哈囉大家好 歡迎來到我的學習筆記 我是阿鳥哥 哈囉大家好我是阿仁 今天是一個比較特別的企劃嘛 對不對 因為其實上一集三民主義 出來以後 啊 網友熱烈迴響這樣子 對啊 那我想說我們就就一些概念 稍微往深一點講嘛 所以今天是一種公民許願池的概念囉 對啊 因為其實 這些概念 如果我們這樣拍成影片的話 根本講 講不清楚 而且字幕真的快上到快瘋掉 就講一講可能好幾十分鐘這樣子 這樣子 那我們就一題一題來 就往下三個 好那我們來看網友跟阿牛哥自己 想要問什麼問題吧 好 那我們就首先第一題就是 為什麼我們要做三民主義啊 為什麼我們要講孫總三 你覺得是為什麼 我們現在國家還是中華民國 然後再來其實是 如果你真的對歷史有一點認識 就會知道其實蔣衛水的晚年 他是支持三民主義的 然後再來就是說其實 國民黨雖然在戰後 在台灣握有三民主義的絕對華人權 但是其實很少人 從時間走的概念 去談論三民主義到底怎麼變遷的 就是說 也因為我們只看到 三民主義最後的形態 就是他成為一個聯考的科目 或者是成為一個戒嚴統治的手段 所以我們對三民主義 其實有非常多的醜化 跟攻擊和批判 我覺得這是對台灣人而言 這當然是合理的 但是如果你把它放到 中國近代史的角度 或放到19世紀到20世紀初期的 東亞政治 或東亞的思想上面 三民主義其實有一個 很重要的地位 是他把西方的歷史 跟西方的政治理論 用非常非常非常簡單的方式 對講給人 對 他是一個用極其簡單的六個字 就讓你完整的理解了 西方的整個民主進程 對 所以三民主義有它的功能跟重要性 只是說西方的學術界 或者是現在台灣的政治 他不太去care這件事情 甚至說完聽一點 也連講中正自己也不太care 對 他其實連講中正自己都不太care 當然他嘴巴還是會講說 余願課尊國父遺教 對啊 就是說 什麼余尊守國父遺教 終身以耶穌基督 以總理信徒自居 我還是會這樣講 所以簡單來說 理解三民主義 對我們還是還蠻有幫助的 對 他等於是理解整個19世紀後期 到20世紀初期 東亞的知識分子 也就是受過西方教育的知識分子 怎麼立足於中國去看世界 那為什麼會說 就是中國先推行民生主義 就不用再走那個歐美的老 就不用再走民族主義 民權主義跟民生主義 對對對 因為中國 中國是靠大善的 靠所謂的地方的 士神去給予資金維持住 整個帝國的運作 嗯 對 對 那所以 因為大清帝國就是一個前現代的帝國 他就是還沒現代化 對 他的政治體制其實是沒有現代化 他還是用差別統治的概念去統治 對 所以民族主義最開始剛才就是消除達魯 恢復中華 就是他民族主義其實是漢人本位的民族主義 嗯 他的民權主義其實就是民主自由 就像法國 像英國那樣子的憲政法治的國家 嗯 但是他看了西方的歷史 孫中山明白一件事情 從民族走到民權 從民權走到民生都是都需要革命 因為都需要革命 我們不可能革命三次 對 對啊 那我們如果快要有效 我們直接完成最後一步 嗯 我們 漲價歸公平均地權 嗯 我直接達到共享 達到共享 為了建立共享的制度 是不是就要凝聚大家有共識 對 達到共享的結果 是不是就要賦予人民權利 去管理對方 去簽訂規則 對 要求大家照著遊戲規則走 嗯 那是不是前面是不是三項都打到 對對對 對 所以 只要先推行民生主義 嗯 中國就不用去走歐美的老路的意思 就是說 我今天為了要推行民生主義 我教育民生主義 我直接推行最後一個階段 因為中國還是個前現代帝國 他沒有民族國家的概念 對 他人民也沒有自由民族 就是統治階層跟 跟人民也都沒有自由民族的概念 對 但是因為我讓你生活變好了 我拼經濟 嗯 我讓你生活變好了 你自然就會聽我講話 嗯 那我再把這些東西教育給你 啊 了解了解 我教育你 反過來走 對 所以這也是為什麼會呈現 軍政、訓政跟憲政 嗯 這其實後來就衍生到 為什麼會走向軍政、訓政跟憲政 這樣子的極端方式 了解 軍政就是為了凝聚民族主義 嗯 訓政就是教你什麼民主 對 憲政就是 因為我們都會民主了 所以我們來管我們自己生活變得更好 嗯 那為什麼會說 哎 奴隸就是承職這件事情呢 在滿清的時候是這樣子嗎 啊 滿清就說 您爭外源不予加奴啊 啊哈哈哈哈 對對對 就是說 白話文的意思就是說 我寧願被外國人管 我也不願意給你這個奴隸 對啊 奴隸的好處 對啊 所以 所以他們本來就是這樣看 所以 你知道他們口來就是奴才嗎 對對對 奴才之罪啊 可是你又不能用那樣子的概念去看滿族的統治 就是你不能用現代的國族主義 或民族主義的概念去看滿族當時的統治 我們說在上一體 其實我們已經很清楚的講到了 大清帝國是一個 前現代的帝國 它原則上就是以維護它的皇室利益為中心 對 所以意思就是說 在諸的各位都是奴隸 對 那為什麼會說 最原始的三民主義是建立在 進步史觀跟階級鬥爭之上 因為他有提到無產革命啊 首先三民主義是一個進程 這個我們剛剛在前面好幾題 都已經不斷的強調這件事情 三民主義是一個國家發展的進程 他相信國家不斷的進步 會越來越好 最後打到一個大同 所以那個孫文才會自己提理運大鋒篇嘛 對對對 然後有所用少有所養嘛 對之類的 所以這當然是進步史觀 他認為會越來越好 只要照這個進程走 中國就會越來越好 那為什麼會有階級鬥爭 這個階級是要鬥爭誰 因為他看到無產階級在鬥爭資本家嘛 所以他當然是建議在階級鬥爭的基礎之上 那個階級鬥爭跟後來共產黨 跟二十四季 就是蘇維埃聯邦成立以後 那個階級鬥爭又不太一樣 他那個階級鬥爭的想像 會比較像是巴黎公社那樣子的階級鬥爭 就是 無產階級捍衛自己的權益成為工會 然後我就有拿到資本家過度擴權的資本 來做資源重分配 那是站在這樣的概念 所以才會有平均地權嘛 才會有漲價歸功嘛 為什麼歸功 歸功就是為了要資源重新分配嘛 這是民生主義非常重要的精神啊 就是讓所有人都能共享嘛 但是這個其實跟後來的共產主義的概念 又不太一樣 好這就是為什麼 這個第三集我們會更進一步談 就是三民主義真的等於共產主義嗎 但是孫中山自己也講過說 民生主義就是共產主義啊 那到底 三民主義是不是共產主義 這件事情就值得討論 但是如果他是等於那進步時關 絕對是一個必須要被討論的東西 嗯嗯 欸還有一個問題啊 是 欸孫中山真的有在做事嗎 他不是去海外宣揚宣揚就沒事了嗎 欸這個我下一集都會提到 但是我這邊可以稍微講一點 嗯 大家去思考一個問題 打仗這件事情 仇目之經 就是也要有人去做後勤工作 對啊 那你國內都被禁了 你是不是要有海外的資源 對 比如說鄭成功要打仗 他打輸了 他是要退到台灣來 嗯 他要靠他的貿易網路 讓他可以恢復賓利亞 才可以再去北伐 對啊 對對對